建築士人王大宏 對臺灣的現代建築影響深遠 他的父親是臺灣第一任司法院院長 一九五八年過世之後 王大宏親手為父親設計墓園 整座墓園樸實、簡潔 跟森林幾乎融合在一起 最近墓園被列為試定古蹟 永遠保存 寧靜的森林中 藏了一座古樸的墓園 沒有華麗的雕刻裝飾 只有簡單的石塊以及磚瓦 這是臺灣第一任司法院院長 王寵慧的墓地 墓園是由他的兒子 擁有建築詩人美誉的王大宏設計 日前文字會將它訂定為試定古蹟 這個墓大家可以看起來非常簡單 它是完全符合一個 中國現代建築的一個手法 非常注重比例 我父親非常注重比例 所以這個墓園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主墓跟整個園子的感覺 它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一個感覺 那另外它因為它崇尚自然 所以它不希望很多這種裝飾的東西 它希望這個墓是跟這個環境整體關係融合在一起 整座墓園幾乎都是用觀音石打造 是建築大師王大宏的作品 遵循東方傳統倫理由兩側進出 象徵對長輩的尊敬 而主墓旁還有另外兩座次墓 凸顯家人要葬在一起的傳統觀念 墓碑上方則是擺放了一個十字架 王寵會歷經革命黨 同盟會 北洋政府 以及國民政府等要職 也是東吳大學在台副校後的董事長 對台灣早期的司法以及教育有極大的影響 這座墓園就坐落在東吳大學的制高點 遠眺整座校園以及遠處的大屯山 1904年他跟孫中山先生一起在美國 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對中國革命運動 產生非常大影響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用英文發表 也就是號召世界各地 呼籲世界各地 中國革命 是為了爭取自由 平等 正義 這座墓園地上沒有鋪任何瓷磚 野草以及青苔沿著石縫生長 融入整座森林 顯現出王寵會一生特別的經歷